这个汽车卖的跟双十一的化妆品和包包一样也算是个本事了 但这个本事后面这带来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江峰漫谈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4年的3月29号 这些日子国产新能源汽车题材非常热 虽然市场期待已久的小米新车发布是一个热点发酵因素 但更多的我觉得吧就两条 第一个呢是围绕习近平的所谓心智生产力 拿国家补贴拿政策好处一窝风尚 现在国家的大局如此 那私人企业发展的再好也照不保夕 是不是你干好了最后都成国家了 所以干脆早日早点吧 宋江办招安吧 是吧 私人企业希望成为国家队吃上最后的晚餐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中国产业的恶习 什么好做一窝风全上 房地产好做原来卖电脑的贷款搞地产公司 网络好做 地产公司挪用房款做新科企业上市圈钱 搞芯片芯片也是如此嘛 一说国家要打破美国人的垄断 那种就是拿着电焊三级证书的那种汉里合金窗的 他都敢来做芯片 就连制造冰毒摇头玩 我跟你说 在广东潮汕福建山区 那都是一个村一个村的干 有个故事不少人都听过了 说犹太人跟中国人做生意不同 第一个犹太人来到一个小镇上 开了个加油站生意很忙 第二个犹太人来他不开加油站 他发现加油站客户很多 他需要吃饭我投资做个餐厅 第三个犹太人来了 想来小镇的人多了需要住宿 于是开了个饭店 第四个犹太人来了 住店的人需要生活用品 又是开了个超市 所以这个逐步的小镇它就完整了 产业链的产业结构它就丰富了 成了一个经济繁荣的小镇 很多犹太人都富裕了 同样的 第一个中国人来到小镇上开个加油站 生意很旺 第二个中国人来了 一看第一个投资的加油站生意这么火 令人羡慕 赶紧开第二个加油站 第三个中国人又来了 一看前面两个同胞加油站生意很好 妒忌的眼红 火速开了第三个加油站 第四个第五都来开加油站 于是开什么打折促销 送帽子送洗车 最后恶性竞争 然后纷纷倒闭 小镇回到原点 所以大家注意到 大陆有个现象 这个村什么螺丝村 那个班首村 它就是这样的 扎堆 这些新车也扎堆 最近一段时间 关于电动车起火自爆的新闻很多 一方面是中国科技的硬伤 还有就是什么 这些爆料的背后 藏着商家对手的暗运座 前天看到一个理想电车的 行人识别报警刹车的测试 业界也叫做AEB 结果那车把测试那个人魔给撞飞了在刹车 网络视频传出来很快就被广泛的转发分享 有人就酸理想了 说你测试成功 驾驶员毫发无损 但是大家想过吗 这AEB测试有很大的张力 也就是什么 什么距离 什么速度情况下先预警再刹车 什么时候因为情况突发呀 要自动紧急上车 要给驾驶员留多少反应时间 这完全是测试的内容 甚至完全取代驾驶员判断 直接汽车给你停下来 关键是就这种厂家测试理想汽车 它是不会自己拿出来让市场误会造成市场伤害的 那么什么人干的呢 让大家你看见仁见智 总之一条吧 就中国纯电动汽车市场不是芳心为爱 而是起来就卷 3月28号周四 小米苏七纯电动汽车发布会正式开启 价格是29.59万元人民币提高 小米集团执行董事也是原来的老板雷军 发布会上说 都是亏钱的 大家太卷了 对小米期待太高了 从巨头比亚迪到车企新秀蔚来汽车都发起价格债 以期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抢债份额 那么雷军造车新三驾马车的这个蔚来汽车的李宾 理想汽车的李响小鹏汽车的何小鹏都起来捧场 就连长城汽车老板魏建军 北汽的新任董事长张建勇也来了没有缺席 有人将发布会称为汽车圈的春晚 还有人称雷军把发布会开成了双十一 你看小米在27分钟内获得五万台订单 上市24小时订单超过八万八千台 但是价格占仅仅是内卷的原因吗 在小米发布会的第二天就传出不少小米汽车的负面消息 所谓车红是非多 然后29号首先网上流出了有人对比这个 小米苏7和保时捷这个TakenS4的外形视频 发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要知道这个汽车车身的这个复制 它跟家里拿做冰棍 弄个模型上插根棍子就能做出来 不是不是随便照张保时捷Taken的外形照片 然后盖着那个形状打直出外壳就行了 汽车模具从侠义上讲 就是这个冲置汽车车身上所有冲压件的模具的总成 如果小米的新车外形与保时捷的完全吻合 就必须有保时捷TakenS4的汽车模具数据和设计图 问题来了 是不是 保时捷不可能与小米有任何这个前期设计上的合作呀 而纯电动车电池这个电池模组的重量是很难降低的 这是电动车设计上最难克服的障碍之一 是不是 你完全仿制就靠表面的仿制 你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的 看是简单的外形不仅设计上要顾及燃油车的 也要考虑什么风俗美观时尚特质之外呢 车体轻量化要求是非常高的 车体的整体均衡与材料的配合使用是高科技成果 因此小米的拿来主意究竟有多少还涉及到商业间谍行为是耐人寻味的 如果仅仅外形的模仿已经很难呢 那你想 高度相似的外形下它牺牲了 或者是有多少安全因素是无法顾全的呢 曾在中国生活的14年的视频博主斯特泽尔在X平台批评说 这是偷来的设计 一个肮脏廉价的偷窃结果 不需要在设计和研发上花钱 因为他们就是偷来的 为什么人们要为这种肮脏的暴行鼓掌 雷军号车的自行研制的苏七实质上就是自主偷窃 当然给小米汽车的价格带来了不可取代的优势 其次咱们接着看 这又是一个中国电动车行业不愿谈论甚至故意避开的话题 咱们今天聊出来 那就是什么 就是电池的使用寿命到达先后如何处理 伊隆·马斯克在这个推特上表示 Model 3的电池模组设计可持续行驶30万到50万英里 咱不管那个是不是说大话有多少水分 反正Model 3和Model Y长续航里程和高效能 它是承保12万里程或者是驾驶8年的 他们承诺特斯拉锂电子电池完全回收 而且说只要正确回收 所有材料都不会进入垃圾掩埋场 在美国商业上说这种话 它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那么特斯拉电池透过美国最大的电子垃圾回收商ERI 和特斯拉联合创始人叫做Strabo 他创建的新创公司叫做Redwood Materials 享有叫做闭环回收流程 在特斯拉超级工厂 他建了一个回收站 占地100亿亩 就在超级工厂旁边 这些电池是需要在透过电子粉碎机处理之前取出来的 因为如果粉碎 锂电子电池会爆炸 所以锂电池得先拿出来 锂电池电池火灾每年在美国都会导致回收中心发生数十起火灾 那中国不爆这个东西 那中国采用什么 它是最粗糙的用火烧用这个酸融化 整个过程本身就会制造大量的污染 非常不安全 那么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 你要特斯拉那么干的话 那自然花大钱 花费大量的金钱进行售后服务 包括对消费者的承诺和对社会的污染的补偿 那你说这笔开支 我们无论如何在中国的电动车行业中都看不到 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 跟朋友去一家台商在广东南海开外的电脑回收企业 他原来在台湾只是开了一家小奶茶店 咱们说80年代过 台湾不是这个新体喝奶茶吗 对吧 特别是很多电子产品代工厂的厂区外有很多这样的奶茶店 那么这个台商呢 原来就是在台湾桃园开的这么一个奶茶店 有一天呢 有一位这个常客 老顾客跟他聊天 那么他是工厂的经理 他就透露给这个老板一个信息 说台湾生产的很多的电脑 代工厂嘛 是吧 现在到了欧美用户手里呢 现在过了几年了也给淘汰换代到这个阶段了 那这些作废的电脑在美国欧洲没有去处 所以他建议啊 你奶茶别卖了 你到大陆开一间这样的回收工厂去 因为集成电路板上面很多黄金呢 甚至白金 银子 是吧 可以回收 更重要的是大陆根本没有对这类电子垃圾的有效管理 给点钱 那些地方政府就能一车批一车批的往地里倒 那经理还愿意介绍那些采购商人士 是吧 因为欧美的售后服务要求很高 你卖电脑的 你还要管这个非洲电脑回收 所以跟这个工厂的经理认识 我给你介绍货源 是吧 不愁没垃圾 是吧 结果到了广东开场 并迅速成为了大富豪 我记得当时是适逢秋天 台商很好客 我们吃了佛山当地的这个荷花卷 广东说 荷花卷 一番这个推杯换盏之后 那个酒是什么羊姜米酒吧 可苦了 它告诉我们说 每天它按照十万元一个集装箱缴纳通关费 什么通关费呢 交给海关 海关人眼睛一闭 你拉走吧 它不管里面是什么 这垃圾就这样运进来了 一吨电脑 可以炼出来200克黄金 一天两三个集装箱 至少是四到六公斤黄金 九十年代初差不多是不到100块钱人民币一颗黄金吧 是吧 它每天收入就那个时候就高达50万元人民币一天 给海关20万 再给广东那些山区县一年几百万的费用 昔日奶茶店主摇身一变成了著名台商 成了政协委员 那这比1992年拿着100万到深圳建立富士康工厂的郭台铭还有钱呢 但是我们回头算一算 美国人为了处理不可降解垃圾是不是要花很多钱 中国承担垃圾的回收掩埋还无法计量的环境污染要花多少钱 这些钱小米和众多的中国电动车行业付出过吗 对消费者的承诺对社会的责任他们付出了吗 谁说这雷军一句说太卷了 只是从资本大鳄的挣钱角度出发 挣的太少了 有没有从一名负责任的企业家角度去算算社会账呢 那还有那么多没有购买你电动车的中国人 是不是要为你造成的后来的污染买单呢 尽管特斯拉和众多海外科技汽车呢 不断投资寻找更加经济环保的方法处理旧电池 但是有一条是百分百确定的 那就是开采新礼比回收和再利用旧礼更便宜 中国在非洲的金巴布韦、富矿区、南美的阿根廷、 玻利维亚和智利大规模进行礼矿开采布局 大家可以关注两个相关新闻 一个是近年加拿大一位国家安全员 下令中资撤离加拿大的锂矿公司 另外一个就是阿根廷新总统米莱 对中共的这套社会主义道路是非常反感 结果就直接威胁到了中共的海外基本布局 我在推特中说过 你看阿根廷球星 梅西在香港不上场事件后面 事情是并不简单的 中共需要这头安抚国内的粉红 更需要什么 保持不要在关键时刻得罪阿根廷 以免坏了习近平新制生产力的国家战略布局 所以很不开心 这是香港的李家超、霍家公子胡闹 北京很不开心 这太不懂政治了嘛 是不是 你们就顾着看球 看球看不着不要紧 到时候习总的新能源汽车家族生意 你是看球他们是玩球了 对不对 所以说雷军说的内卷太厉害 仅仅是表面 实质上呢 中共扶持的纯电动汽车行业 用偷窃完成科技闯关 用国家资源、国家环保污染代价 来替新能源汽车保驾护航 一句话 小米和其他的资本运作的新汽车 是有巨大的可以卷的空间的 您看这次发布会之后 3月29号在福建厦门 一则小米苏七轿跑车撞到马路牙子后爆胎了 小米汽车交付中心工作人员赶紧解释 那回应什么 最近几天试驾的人员接待量比较大 道路情况比较复杂 后来还出来很多为小米洗地的 说什么 新能源车的车胎就是胶贵 胎压高、高性能、静音且胎臂薄等等 我就问你 你说你试车人多 你就算你24小时不关门的接客 一天下来这个轮胎能跑多远 有没有跑1000公里 一个新车车胎不到1000公里就爆胎 再说了什么叫做高级车胎 这薄的车胎 是为了拥有更低的滚动阻力 它可以省电嘛 长续航 但是更柔软的胎侧通常具有更好的 叫做耐驱挠性能 不仅不会牺牲安全 相反安全系数会更高啊 结合视频显示 汽车右侧的前后两个轮胎都爆胎了 如果真是撞到马路牙子爆胎 应该怎么只爆一个 不过两个都爆啊 所以有网友质疑 是爆胎直接起斜这么大的角度 是汽车悬挂炸了被直接写成爆胎的吧 另一个事故什么 就三车追尾 小米苏其最后一辆 那不出意外你是全责嘛 于是网友质疑了 所以发布会上的所谓的AEB 刚才说了AEB 是吧 自动紧急刹车辅助系统 或者小米自己号称的AEB Pro展示视频 停留在纸面上吗 不然怎么会停不住呢 这里说个什么事呢 就是你有没有在认真 你这企业认真在做产品 给出了这样的价格 尽管你说压了很低的价格 但是你的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 三个星期前 雷军在两会发言 声称对中国经济前景大有信心 一个是超大规模的本土市场 第二是极其完善的产业环境 第三是极其出色的工程师队伍 和优秀的人才资源 当企业家去逢迎中共 说大话都不脸红的时候 我们很难想象它能够沉下心来 做良心企业做良心产品 对不对 这两个月我都在推 加拿大的西洋深黑高斯这个产品 这就是咱们说干净的土壤中 培养污染的产品 用干净的心来做良心产品的好例子 这个产品它本来也有渠道 是在中国大陆销售的 但是在接受了 与我们这些海外自媒体的合作之后 这个Ginex的老板就做好了 停掉在大陆其他渠道销售的准备 为什么 他知道也许中共会找到它 拿它的产品拿到它的市场做勒索 这老板说了 挣钱也要挣良心钱 要站着把钱挣了 非常感动 我也是真的不好意思 就因为我这影响力毕竟有限的是 我也不是一个好的销售 从我这里卖的货 要比Ginex直接在大陆销售挣的钱 那真是差太远了 不过我想正直善良的做人的价值 是一件普通商品的价格无法比拟的 最好的销售卖的不是货 那是做人 对不对 说到小米的种种勾病 也许他们呢 说他的团队啊 他的这个工程师们也想做点事 不否定 但是在中国当下这个大环境中 肯定也是身不由己 正好时政聊到这了 也就顺便跟大家推荐了加拿大的西洋森黑高资 目前呢 他们不顾加拿大市场成本的上升 仍然坚持 在过了年之后呢 给我们频道观众呢 最好的优惠 时间延续到三月底 西洋森黑高资买三小瓶送一小瓶 买三大瓶送一大瓶 西洋森红森低管买五送一 使用GF20折扣码还有额外的把扯优惠 三月底截止就还有两天了 是不是 最后这个周末有效 时间不多了 极有兴趣的朋友们抓紧 希望有高血压、糖尿病 以及咱们说后疫情综合症 甚至疫苗副作用的 还有众多的亚健康症状困扰的朋友们呢 关注一下这个产品 让我们支持良心产品 支持用心活着的人 那小米发布会刚开完就 就开始遭遇投诉推定风波了 你做成这样的别人不乐意 是不是 但是不给退 为什么 那很荒唐 刚才不是说了吗 雷军把小米销售做成了双十一吗 但这毕竟是数十万的车呀 不是几百块钱的包包可以炫耀一下 说不爱了 对象跑了 我不买了 不是 是啊 那有不少他晒着什么 就定所单这个截图的 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没买过车 甚至驾照都没有 那为什么要晒着图呢 为了引关注博眼球 结果自己栽进去了 小米不给推定了 是吧 中国现在怎么说呢 整体经济环境不好 你得珍惜每一份收入 得放掉这些年养成那种奢靡虚荣 整个社会都面临着一场面对危机的考验 不再像过去了 再说了 20万以上的车 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重要的资产 一家人十年的交通便利和安全都要指望它的 那你说小米合格吗 其他的纯电动车合格吗 可以陪伴你和你的家人走过艰难的未来十年吗 甚至更长的时间吗 你要知道日本民族 是吧 日本人如此的凝聚 团结 那么生活节省 工作认真 那也用了30年才走出国家经济低谷的 从统计数据看 能买了些20多万以上车的 那就是中国前20%的家庭了 是吧 那车都没摸过 没开过 对比过 你就直接手机下单 这不是黄牛 你就是那是 是不是 咱不说难听话了 反正总之不是普通人吧 总之28号到29号 与小米有关的几个话题都上了热搜榜 吉利汽车它也热来了一份围观 但是围观的时间不长 是什么回事呢 另外一个情况 3月27号官宣吉利汽车基于自研的AI数字底盘 近日完成了全球首个汽车无人驾驶飘移 为推广新车的吉利集团董事长李舒福 邀请了新东方集团总裁于敏洪 在吉利集团旗下台州卫星工厂的为新车座直播宣传 在一段这个于敏洪采访李舒福的视频当中 李舒福介绍他当年创业时的心理路程 结果这话说的就犯了中共的忌讳了 李舒福介绍他当年创建的电兵箱厂 说的创办企业的第一桶金 李舒福说呢 当时我们没有国家的定点生产批文 也就是我们不能生产 六四以后我就不生产了 实际情况是什么 就是1985年李舒福组建了黄岩县北极花电兵箱厂 到了1989年 中共当局对电兵箱实际上是什么 叫定点生产制度 你拿不到批文钱不给生产了 那么北极花厂不是定点 就是给青岛夏浦旗下的六月雪品牌 这个冰箱呢做代工生产 但随着六四事件的发生 六月雪这个名称就含有了影射异味了 是不是 六月四号在六月发生在天安门的惨剧 你说六月下雪 你替他们名冤吗 含舍 影舍意味 所以李舒福那决定停止生产 将工厂直接送给了政府 然后于敏洪问 哪户不该提哪户 他说这个电兵箱厂还在吗 李舒福直言说 政府拿走了 它搞不好的吧 这个时候李舒福似乎还没有意识到 两人的谈话处于全网直播 于敏洪随即就打圆想说 你这话说的太直白了 我们政府什么都能搞好 两人都尴尬的笑 尽管于敏洪在直播领域已经是家庭就熟 但李舒福的随心而谈 却让他的直播间遭遇了短暂的封禁 这不免让人想到就是那个吃六四坦克蛋糕被封禁的李佳琪来了 以及那个因他而生的新词叫李佳琪悖论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人如果想要完全不触碰政治禁区 那么他就必须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 这就是文字欲的可怕之处 1989年的时候 余敏洪就在北京 是了解六四的事情的 他后来成了北大外习教师 长期在校外培训机构监客 北大看了不顺眼 是吧 处以行政机构处分 结果余敏洪干脆砸了自己铁半晚 一不做二不休 从北大辞职 一直发展成后来的中国最大的教培企业新东方 他是民盟成员 民盟虽然也是花瓶党 但是属于那种不愿意加入共产党的高级支持分子 很多是在这个民盟 是吧 李舒福的吉利集团的事业版图虽然很大 但很多方面大家不了解 他除了中国大陆的既有生产者 还专门为伦敦生产的著名的黑色出租车 现在他还是奔驰骑车 戴姆勒集团最大的单一股东 李舒福本人仍然是个无党派人士 六四 这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敏感话题 可能真的是李舒福跟这个余敏洪谈了也很嗨 忘记是直播了 不过这么大的老板咱们知道 本来就是有诸多顾虑 各种场面也见过 却也张口说出来说明什么 就说明中国人私下里谈及中共敏感话题是口无遮拦的 也是随处可见的 甚至是好朋友吃饭都可能一起骂中共 那你说这谁害怕呀 是不是这让习近平看了心里是发毛啊 发麻的很 习西里想这些民营企业家就是白眼狼 表面上表忠 骨子里是反共 你说这样子的社会有多大的社会的不和解之处呢 另外呢 直播平台因为李舒福提及六四 就给封禁也会让本来不知道什么是六四的人 出于好奇的原因从而得知六四的真相 那可以说是另类的李佳琪悖论吧 好 今天节目咱们做到这儿了 再次提醒大家 西洋深金next优惠这个周末就结束了 希望有兴趣和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 好 在此一并谢谢大家 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